觀眾朋友 還有在座各位的先進 以及感謝北一女生的科單位 那我剛才講這個呢 其實是我們一個 多元選修課的開發過程 那其實我在學校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 主力放在國文教學 很少把它跟其他科做互動 但是我很感謝我們科裡面 中文當中有兩位 是我們國文科的隊長 他們首先呢 就跨出去多元教學 然後回來帶給我們很多的分享 所以我要謝謝我們今天在場的 郭俊玲老師跟郭文老師 他們才是來跟鄭俊玲感謝的隊長 那我就祝福他們的後程 那今天呢 我們就把一個多元選修課的小教士 湊足了 差不多有十幾二十來位 各班來的同學 我們應該怎樣一起出發 然後來打開所謂的又有素養 然後又能達到 寫作跟閱讀的實際體驗 好 然後最後呢 能夠在他們的成果中 有一個非常寬法宏觀的視野 來福利現代 那講這個之前呢 我們會覺得 閱讀寫作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 學文力的東西 那跟多元的素養怎麼樣融入呢 我們在教國人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本味的 我就像中藥護理的賣中藥的當中 所以呢 我們端出來的湯藥呢 學生看了久了久了就會中眉頭 但多元課程呢 我覺得它療癒了我 也療癒了學生 因為我們會把多元的東西 就像走進花園一樣 然後融入了學生的學習 替成與身心 所以他們不再排聚 而我抽起來也覺得 非常非常的開心 得到學生的一個互動 那所以呢 在這裡我要說 具體來講 到底國文老師 就像早上 上面的老師問的 國文老師 到底你要把什麼東西交給同學 那在這裡我先要介紹的就是 清朝有耶穌會的畫師 朗欣倫先生 他來到中國的學畫 他開始把西洋畫法 或是他改為中國的花鳥畫 經過了八年學習 他發表了第一幅圖畫 他是把明代元代宮廷中的家裡圖畫 他把它模擬圖畫 我想在座的老師可可以告訴我 你們是要看的 右手還是左手是朗欣倫畫的 你覺得右手的請舉手 右手是朗欣倫畫的請舉手 好你覺得左手是朗欣倫畫的請舉手 朗欣倫就是把他改畫好 好我們他們的老師 有舉手老師 我要幫你按讚 因為左邊那個是原來畫院的畫 右邊是朗欣倫 他用透視法 完全西洋錯視法 再重新畫這幅畫 同樣的畫起來同樣的花瓶 可是經過透視法以後 大家看到了 這個畫瓶其實是個輕詞 不是一般的陶瓶 好所以他就更寫真 更有光影效益 所以就得到了肯定 所以大家可以看兩張畫 一個是有題字有概念 一個沒有 他的價值就高下立判了 所以我在國文學習修課程 我是抱著這樣一個心態 即便你對國文都不了解 不接受都排斥的 將來升學也不用考的 但是你上多元學習修課 就是跳出那個情景 然後再把國文課呢 想辦法挖回六個小時 因為這四個小時的國文課 來看上經典課程 那他們周邊的方法應用思考 都被裁掉了 現在我就把這個邊框 就像剛剛一樣花草一樣 用兩小時的 多元學習修課把他補回去 好這是我的企圖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程當中 當然還是要用學習修課的所謂 社會溝通互動的媒介 來進行語言的教學 也就有文化的宅體意義 好所以這裏閱讀寫作呢 實際上都在教的 都在教語言溝通啦 世信發展啦 還有多元的探索啦 不同文化的價值啦 所以跟國文課的關鍵詞文卻無關 但是我要上的是國文課 那我們的結構 我們的探索就豐富了 這個選修的課程當中的文文 好 那麼我們來說 既然講到素養 講到多元 我們要能夠進入這個核心 才能夠把這個課程實踐 所以多元與素養 其實呢 在教育部的教學優質化裡面 他也提出四個目標 讓我們去參考 也就是我們要針對 學習機會 學生的學習機會 學習成效 學習態度 最後一個是今天大家也講的 學習歷程 哪一個項目透過我們的教學 都能夠在學生身上 產生一個提升 也就是優質化的效果 好 好 好 我想請大家看的就是 好像動畫不見了 好 沒關係大家就只有這樣看好了 好 那麼 那優質化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就跟大家講一些奧告 大家可以看到 什麼是學習機會 什麼是學習議程的優質化 好 尤其這裡我們會有一個 所謂整合多元的學習 好 尤其這裡呢 我們會有一個 整合多元學習 待會我們很快就會看到 這個項目的執行 真的很需要 很需要多元全球的這樣的情境場域 來進行 好 再來就是 學習態度 我們都知道學生 在國文課的學習態度 真的是越來越 不夠水準的 但是呢 我們只要讓他們覺得 學習是讓他們一個主動 而且要把他們 每一個課程 留下來的東西 做成學習立場檔案 那就是一個 一開始的學習態度培養 所以我在每一堂課的開始 我都告訴學生 你們留下來的紀錄 就是你的學習檔案 所以這個學習每一堂課 你都要留下紀錄了 好 我們要怎麼樣設計課題呢 當然要融入議題 搭配課文 好 我們就來看這裡 這裡有 我們選擇了 這個多元議題 我們19項當中 跟我們高一的課程 有搭配的 然後依照它的 活動的一個動能 然後慢慢慢慢的往內心走 所以我們設計了久的順序 然後佩羅的高一波課文呢 是這樣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的 包括補充教材 深刻的 也納入在這九個議題 以及課文的 搭配設計當中 好 那這裡怎麼實踐呢 對 我們就要有 所謂具體化的議題 該怎麼樣有內容 內涵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我覺得當初 我在設計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 所謂的 整體的 這個教學的設計提案 所以我覺得 我就去查 課章裡面 每一個內容 每個內涵 每個該有的表現 我都把它全部表現出來 巧克力再上多元課 上得太high了 這些東西又丟到腦袋去了 所以會有一個 這些的規劃 所以包括了所謂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 我都先做好 包括意義討論的範例 學習班 這些東西 那每一節課 該講解的時候 剛剛對比太快 就包括評量的班 我都準備好了 讓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都能夠有一個先備的 心理準備或責任態度 好 接下來都是教學目標 那我就不講 因為我覺得教學 剛剛設計 我跟教他們一位老師 其實蠻接近的 好 那再來授課對象 是高一的 鬼班 跨班的 而且是自由學課來的 這樣的同學 那我們上課態度呢 不採取跟考試升學有關 讓學生的心自然的打開 而柔軟的踏入到 這一片豐富的 有閱讀有理解的 有寫作的 好 那當然呢 我們回到一個概念書 所以就是到底課剛的議題 怎麼樣的跟教學 產生一個有機的結構 那有機的結構就是要不斷不斷的 翻動變動 好 那我們的表現任務包括到 校外 校內 或者是我們做這個書報的討論 我們都會有很明確的不同的 所謂情境導向來導入在這些上課的表現任務裡面 那實質內涵當中呢 我們希望學生上課的表現 把寫作當作是一個方法 而沒才能是多元性的表現 好 那所以我要先簡單的介紹喔 所以我剛才有說過表現任務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 要把議題實質的內容 要把它點出來 不能包上包海 每個議題就是有幾個重點內容 學習內容 還有學習的表現 好 所以我們的第一週是在學校的圖書館教育為出發點 我們學校呢 威威老師 他就成立是圖書館教育 他幫我們奠義一個 每個高一的學生都要上一堂圖書館的資訊教育 就配合這個多元學習 就搭上這個課 我就可以節省很多力氣 然後做學生的一個閱讀能力的先備測驗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國際教育 叫校外 然後大學探索與科技教育 這三週 我們在臨序利用一個國際的大學展 就是京都大學來台北教育大學辦的一個大學教育展 然後我們分三個素養 然後去分別的去探討 好 這邊可以看到了 在他的展場裡面 我們讓學生去感受到東西方 在教育接觸的時候的一個衝擊與感應接受 那學生呢會感覺到 當初的大學其實是個大講堂 能夠讀大學人都非常有素養 不一定有學問 不一定要考試 可是這素養的表現呢 我們就像這個場地情境 讓學生來感受 所以他們的第一次的寫作課 是在這邊上的 在公共環境 人來人往的參觀視野之下 但他們看的是大學看 他要怎麼樣去體驗 或者是發表 然後右邊就是科技教育 謝謝 我們就來欣賞我們欣賞製作的影片吧 同學做影音導覽 他做的是教學標本 今天我們來到了 京都好博學參展 我們選了寶石標本做介紹 好 以下是我們的講解 導經製作所的標本部門 在1895年到1944年間 提醒一個領域專家 擔任顧問 進行設計了十多盒裝的模式標本 例如 好 我再點衝一下 因為當時呢 第一次接觸西方教育的時候 這些科學教育的進行 必須要有很多很多的模型 而日本的京都大學 就學著做很好 好 請我們開始 八點擊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 一些經濟運氣 事務和暴霧 是在東方的教育中 也在有練習 導經時製作者身材 一條具的其中 成立於1891年 一開始是為了前部中 重多的寺廟 傳作工具為主堂 製造了幾十分清涼 後來講 但是成長科學儀器和教育 請來了許多提前的日本學生 和從國外年輕的技術 落回參照 好 因為時間不夠 其實一個學生呢 製作這樣兩分鐘的影片 而他只有在現場 要連結照片 然後要找資料 所以他們就等於是 有一個自主學習 還有就是他們的 資訊的能力 然後來做一個表現 與學習 好 那我剛剛就 挑過幾頁好了 因為時間上有點耽誤 大家可以看我的 我的理念的資料 所以第二個 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想我們台灣 是一個台保留的農業社會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 農業社會有很多問題 包括對於海產 雲米石 還有香蕉的種植 所以我就讓同學用了多元視野 找到了葡萄牙 他們也在種香蕉 也跟我們一樣 然後呢西班牙 他們也種稻米 也吃大魚 這兩種文化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影片的短影片 教學完以後 我的這張學習表 就讓他們從影片裡 一樣一樣的去找到 分析文化的差異 那再過來呢就是 我們除了一個例子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文化的認同 同樣是香蕉文化 這樣的認同 好 所以呢 我們就 剛剛就是 接下來是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我們到了這個城南 去中都 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開始進入到了 變讀寫作 那寫作的課程呢 就是各種問題 這裡呢 是我讓同學 就寫作的部分 所先做出來的一個 學習的心得整理 包括動機 包括學習歷程作品 然後說明 我們曾經講的哪些重點的整理 就是感思 所以這就等於是 學習歷程檔案的一個 先備的資料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進入到 各種問題的教學 好 兩週之後 這位同學 他是針對各種問題 他提出了 提出他看法 除了在這個看法當中 其實他有說一句話 讓我很感動 因為他們一定 還要做口頭報告 來介紹他自己 他有說 他從來沒有上一堂課 是全班都安靜 安靜 沒有聲音 而且全班都在那邊 專注的練習寫作 他拉來這堂課 最大的感動 是這樣 而且大部分都是 第一組班的同學 全班都是在 當場完成他們的寫作任務 趕中頭 所以這個是讓我感動的地方 接下來是多元的閱讀 多元的閱讀呢 其實在學期初 我就讓他們自由選書 而這些書幾乎是他們平常 不會去碰的 但是多元閱讀就是一個好處 你是從議題出發 你不要把整本書都倒出來 你把你最重要最喜歡的議題 所以我們的多元閱讀 待會兒會有一個議題的分析 完以後他們的任務是什麼 要來說書 做一個所謂的廣告人 幫這本書代言 所以他們有所謂視覺化的呈現 以及對這個書的議題 來做一個主導 來做一個分析 所以這是個自主學習 並且出現了所謂高層次思考的訓練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前面的活動課程 各方面都進入完成 我們就開始進行學習 歷程檔案的整理報告 回收 對 那 這是一次提示 那大家先提出書面 不上檀 有些同學懶 有些同學做不來 那這個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一週 繼續在寫作家庭教育 在一週的空檔中 我會讓他們補 補到下一週的時候 我們要再進行的時候 他又跟上了 好 最後一個教權單元 是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用的兩個影片 來回應我們的課本 而這兩個影片非常有意思 我真的是很推薦這兩個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答案裡面 那這個是同學看完這個之後 我會給他們六個大的議題 他們分組一組負責一個議題 而且每個議題還要拆開來 他們對這個議題所找到的聚焦與共識點 好 那像這個同樣一部電影 兩組報告都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同學他在議題最後的時候 他居然說到現在疫情 我們學習空間受到限制 在線上的時候實際上會分析 所以要學習自製怎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一組報告的議題是 學習成長 從這個課本裡 從這個故事的人物如何成長 就要整個自己 好 這個也是讓我滿驚喜 還有一組呢 就看到了戰爭 看到了所謂呢 被剝奪學習權力的人 所以他們就帶出了 還有烏克蘭的議題 發現他們的議題深度都非常好 管路非常好 好 那完成了生命教育的 剛剛兩個 他們也有一次的報告成果的機會 就是有聽有學有寫的報告來分享 好 所以最後是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的時候呢 是用整組的 還有兩分鐘 好 那這裡最後一點就是說 大家已經看到了 就是這個週次 就是我們的學習成果報告 還有一個就是用線上 反正大家都停課都行動的線上 所以我們等你寫好學習歷程的時候 我們大家來線上一起團聚 然後大家來分享 所以這個課呢 雖然有受到學習進度週次的限制 但是我們線上的完成 學習歷程的完成 還真的不錯 這些都是他們在最後 有在線上 然後我有在旁邊協助他們 然後來分享 這些都完成的 學習進度 大家真的有所謂的個別化 跟差異化 還有內容真的是 有很多 讓我們大家都可以覺得 學生真的可以好好的鼓勵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每本書 它其實都有它的素養PT 而也有它的寫作策略 當學生懂得這個之後呢 它就不會像讀一本 要寫不出心得的書 吐不出東西的感受 所以我們的書 其實都有些滿深 有什麼科幻的啦 有小說啦 還有王文欣老師寫的 怪怪的 心得好 有著作 那有榮英台的 有音樂的 有梭羅的 資產書寫會學的 那這些呢 有歷史的 還有呢 這個DNA的 這本非常暢銷的 科幅的 有歷史 也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品材正義的 還有 都全部都融入來了以後 學生自由選書 自主學習 探索以後 它會呈現出 真的是多元素養的一個成長 好 那我做了 讀書概念的解報 這是他們自己所做的 不只是幫他們做一個 展出在讀書館 好 最後的展出 反思在版上發表 好 那最後我們要講的是 我的反思是 閱讀議題的對話和反思 其實呢 閱讀呢 我們在現在這個時代 都媒體都明念 我們可以讓學生體 感覺到 閱讀不是你 為了一個閱讀而讀 而是為了你發表 有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用醉意白菜 他們改變文物代言的方式 來讓同學去學習 他們真的認真地 在記作完表 每個人沒有玩手機 在看書 好 最後要結束了 這是我的解語 給學生 給我們教育的回饋還很多 這個課題呢 也是一隻八隻下去 我就在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主要謝謝 恭喜 謝謝 ё� 賽 謝謝